云会上的百米飞人大战 相信很多人都看了前几天 亚买加飞人闪电波尔特 摘金夺冠的精彩一顺 不过要说起百岁老人的百米飞人大战 估计很多人可能就没看过了 独领风骚了 这不是亚买加人了 这回是来自咱们亚洲的邻居 日本老人 他叫宫崎秀吉 下个月宫崎老人将会迎来自己102岁的生日 去了解宫崎老人是目前世界上跑的最快的百岁老人 他曾经以29秒83的成绩 打破了百岁老人百米吉尼斯世界纪录 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仍然在奔跑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再次创造出新的世界纪录 宫崎老人于1910年9月22号出生在靖岗县 初中毕业之后 他成了当地小学的一名入教 并开始对跑步这项运动着迷 工作之余 他还加入了一个运动俱乐部 但后来由于肺结核 他放弃了运动 直到93岁高龄 在其电视节目的启发下 宫崎老人重新开始这爱运动 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在2009年 宫崎作为年龄最大的选手 参加了京都金色大师田径锦标赛 组织者希望这项比赛最终能够成为一项 专门为老年人设置的奥运会 2010年100岁的宫崎老人 在一项百米比赛当中 也29秒83的成绩 打破了由南非百岁老人 菲尔·拉比诺维茨保持的 百岁老人百米吉尼斯世界纪录 在一次100米比赛之后 宫崎老人还做出了 雅美加名将博尔特的标志性姿势 因此被称为金色博尔特 这个赛季 宫崎老人计划再参加三场田径比赛 他要继续向新的世界纪录发起冲击 百米跑击28秒 让我们为他加油吧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